大家知道這個 全韓國最大的搜尋引擎是什麼嗎 趕快在下面留言一下下好不好 在我們的這個直播留言留言一下下 知道是什麼嗎 就是LINE的總部 如果大家知道Google的話 大家都知道Google是搜尋引擎嘛 如果你要到韓國 沒有NAVER 其實你是沒有行不通的 因為你用Google你可能一定會迷路 一定要用NAVER MAP 然後NAVER就是韓國最大的 就是搜尋引擎公司 也是LINE的總部 那要跟大家分享 水晶主播在過去其實是第一個進NAVER總部的 他是全韓國前三名大學生想要進的幸福企業 如果大家可以看到畫面上面的話 開車一小時我們來到韓國經濟道 當時真的是跟攝影記者 有大家有看到畫面嗎 就是我跟攝影記者 大家看到NAVER總部了 這個有26層樓高喔 是這個韓國人最愛去的幸福企業 你知道為什麼嗎 你看這是我當時有點胖對不對 那時候在中天的時候 他一陰入眼簾就是一個熊大 然後整個辦公室是非常非常的舒適跟漂亮的 而且它一樓其實是有一個很大很大的綠色圖書館 那些綠色圖書館有各種各種 他們包括他們因為他們是搜尋引擎嘛 有各式各樣的書 然後而且做著像植物一樣的非常非常的漂亮 大家看到嗎 這個就是他們的綠色圖書館 一樓二樓 然後有一些空間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包括有一些植栽大家可以看到 有沒有 他們的那個都是有太陽能建設的辦公室 然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讓人覺得 其實在裡面工作非常的幸福 然後另外你可以看到 這個是他們在介紹他們的窗戶 他們的建設是怎麼樣子 其實我現在要講的是說 其實你看到他們這麼的完美喔 其實但是呢 其實要付出非常多的這個職場背後的辛苦 現在我先講一下 這個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就是我們從至高點拍的 就是韓國never的圖書館 很漂亮吧 就是真的很漂亮 就是有一個 你看大家可以在那邊看書 然後又有紙栽 然後整個圖書館的資料 非常非常的齊全 然後從至高點看是一個綠色的圖書館 如果你要這個是可以開放 如果你現在 未來啦 因為現在疫情的關係 未來你去韓國 其實是可以去參觀一二樓的部分 而且你看他的休息室是不是 大家看到他那個圖書館的休息室 非常非常的舒服對不對 還有喔 你看他的這個圖書館 還有這個推車進去 好我剛剛講到這麼幸福的企業 這麼多 包括三星啊 或者是naver 或者是愛摩莉太平洋 很多很棒的企業 其實他們的工作福利都非常棒 但是呢 在TVN大概就是2014年的時候 出了一部韓劇叫做衛生 如果你有看的話 那部韓劇當時非常非常的紅 今天呢 其實就是要來講一下 其實在 到底在我們看到的這個粉紅泡泡的職場 韓國職場背後 其實要付出的代價到底有多少 到底有多少呢 你看到的 其實可以看到這個水晶主播 可以看到直擊到這個搜尋引擎 熊大兔兔的生產地 其實呢 要跟大家講就是 你可以看到呢 水晶主播呢直擊的這個naver裡面 有沒有看到他們在過生日耶 這是他們擺平大的休息室 有看過嗎 他們這個26層樓喔 有擺平大的這個慶生會 然後大家就在這邊休息 然後非常快樂 然後裡面呢 其實還有咖啡廳 然後呢 大家還有看到喔 這個 真的是讓人家 這個休息室 太可愛了吧 那個沙發區 然後還可以在那個休息室 還可以在那邊玩 這個帳篷我要特別講一下 這帳篷呢 是他們刻意設計成就是meeting的會議室 所以裡面是有人在開會的 還有呢 要跟大家講一下 這水晶主播那時候有點胖 有點真的有點胖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有看到有人在打乒乓球 跟這個電動玩具嗎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要跟大家講 他們呢 其實是想要讓你的開發者 就是更有更有 就是刺激你的頭腦 因為他們是工程師嘛 那如果他們都是很top的學生 進去這個never總部的 他是特別請一個體育的 這個教乒乓球的老師 來在上班的時間打乒乓球 然後你可以在裡面玩電動 甚至還有一些手遊 這些呢 都是讓你刺激靈感 還有大家看到這個巴厘島的會議室 有沒有看到 他們是在開會耶 其實是很辛苦的 他只是把它塑造 巴厘島爪哇 夏威夷很舒適的空間 但是其實要付出的代價非常高 怎麼說呢 你想想看 我們現在看到的 包括never裡面有郵局 這個休息室有100坪 有喝不完的咖啡 吃不完的零食 你隨時可以休息 然後有郵局 然後有醫護士 甚至有餐廳 然後呢 甚至有銀行 為什麼 大家有想到了嗎 大家趕快留言在下面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要那麼多呢 還有這個最誇張的 這我真的不囉嗦 我那時候看到 我跟攝影 覺得 那個 竟然有人有這個 我們在那個 拉筋 你知道嗎 就是你如果 就是因為他們都是那個 搜尋運行師工程師嘛 欸 他們竟然有 就是特別的人 那種專業的器材 在幫你就是舒緩你的筋骨耶 但是很專業的 我那時候跟攝影看到說 哇賽 這個辦公室真的是 太棒了吧 太想進這個企業了吧 對 那其實像這個 我們看到這個女生 也是後來變成我的 很好很好韓國的朋友 她現在在LINE總部 她也是跟我講 其實呢 這個下一part 我會跟大家講 就是其實呢 我們在never裡面呢 工作 其實為什麼 要這麼的辛苦呢 因為你 郵局 從郵局到 醫院到休息室到 帳篷的會議室 其實就是要讓你 12個小時 13個小時 14個小時 都賣命在這間公司啊 而且他們其實呢 大家看到 你可以看到喔 其實他們就是有 很多的會議室 甚至在 我那時候直擊到 就是他們第一次開放 就是有個27樓 Camp 27樓 大家可以看到畫面 Camp 27樓是 一般人沒有辦法進去的 為什麼呢 Camp 27樓的會議室 是代表一個高階主管的會議室 但是他們在裡面 只要是 你是一個新進人員 但是你表現得 非常非常好的話呢 基本上你是可以到 27樓去會開會的 但你要知道 這要花非常多 非常非常多 辛苦的這個生活 你可以看到夜間的never 還是亮亮的 我們那時候去拍 我從大概 6 我從 一整天大概從9點拍到了 6點鐘 然後到他們下班了 大家還是在 就是上班 你就知道 為什麼 郵局醫院休息室帳篷 銀行 全部都在裡面 你一整天都要在裡面 好好工作啊 而且呢 說真的啦 他雖然是韓國人 就是南韓學生 最幸福的這個排名 前三名的 幸福產業的企業第一名 但是還是這麼辛苦 要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 熊大兔兔你累了嗎 真的 其實真的在裡面工作 他背後付出的職場代價 給你這麼好優渥的環境 其實 包括愛茉莉太平洋啊 或者是 我們看到的這個 這個也是 愛茉莉太平洋也是 幸福產業之一 你可以看到他們學生 他們這些員工 在慶生啊 或者是很開心 但是其實 你看 真的很開心 這休息室100坪 大概大概有 有這個 這個一般辦公室沒有那麼大吧 可以做這麼大的辦公室 而且要吃的 要喝的 你要吃什麼都有 還有就是員工的餐廳 也非常非常便宜 那像我去愛茉莉太平洋的時候呢 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也可以簡單講一下 另外一集 我們會特別介紹 愛茉莉太平洋 我也進去過 就是雪花秀的總部 他們呢 也是一整層的休息室 大概100坪 而且裡面女性 因為他們員工是女性 他們裡面還有按摩室 你MC來的時候 還可以裡面去睡個覺 睡個10分鐘 睡個半個小時都沒有關係 但是這背後付出的代價正 然後裡面還有幼兒園喔 因為很多人要脫嬰 真的還有幼兒園喔 所以這些幸福企業 代表就是你工作要非常非常的努力 非常非常的久 就是因為有給你這些福利 你要非常非常的往上爬 那這有從 其實大家都說最近有講 其實你可以看到 這已經是 這是會議室我們剛剛提到的 就是他們在開會嘛 開會搞得好像就是 他弄一個夏威夷 好像我們真的在夏威夷裡面開會 但其實裡面是要在認真工作的 那哈娃伊啊 或者是什麼爪哇啊 其實我還是要工作 在裡面還是工作討論 討論其實正事嘛 然後呢你可以看到 其實大家就是 都是不停的 雖然就是環境 真的是弄得非常非常的好 然後但是 這是咖啡廳 然後員工餐廳 你可以看到 真的是非常的幸福喔 但是就是要你一整天 都在辦公室的意思 因為你就是要12個小時 我有問過他們裡面的員工 至少12個小時到14個小時 而且要跟大家講 他們的職場文化是 老闆如果沒有下班 你做上工作做完了 你也不能先下班喔 而且呢還有一些文化就是 基本上呢 你不能跟老闆排同一天假 然後呢 還有就是上司沒有下班 你千千萬萬不能就先走了 雖然你工作做好 你要坐在那邊 好啦我們看到了 其實這些粉紅泡泡在 全新主播當中 好像讓你覺得 韓劇好像沒有 韓劇裡面的那個內容 沒有那麼 讓大家覺得 這麼的美好 但事實就是如此 為什麼呢 因為地獄朝鮮就是這樣子 我剛剛說啦 熊大兔兔累了嗎 其實要跟大家講 真的很累 因為在Naver裡面工作 不管Line裡面工作 其實他們基本上都是一樣 基本上呢 你剛剛看到他們有在那邊拉筋啊 就表示他們真的很累啊 不然怎麼會有這個拉筋 就是每天坐在電腦前面工作啊 然後我甚至去了這個Line的這個子公司 叫Band 叫Band 然後其實就是 之前的 後來好像 併購了台灣的Husco 對 Husco大家應該知道 併購了回來Husco 我有看到 我去採訪的時候 還運到那邊的台灣人 大家知道嗎 他們呢 基本上呢 是沒有上班時間的 但是 你的工作要全部都要做好 就是等於是 你工作要全部做好 然後他給你的椅子 全部都是那種超級貴的那種椅子 因為他們是工程師嘛 超級昂貴的那種就是 就是那種讓戶脊椎的椅子 但是呢 就是表示說 你基本上你可能晚上熬夜 因為會太累 那個椅子要幫你弄得好好的 這些福利 通通都是要讓你 全心全意為公司上班 所以 從衛生到完生 真的是 究竟要付出多少後 職場 文化的代價 就是到底 幸福企業背後的 職場文化 到底有多辛苦 我剛剛已經說了 就連 別說三星了啦 我剛剛講了兩個 幸福企業了 真的 三星的話 我有一次經過 我必須講 那個照片我還留著 我經過三星的時候 有一天我去採訪 我經過了江南 然後呢 我就用韓文問了一下 欸 這整棟到底是 因為是晚上嘛 11點多 然後我就問了 開車的司機說 欸 請問一下 那棟樓怎麼都是 幾乎都全亮嘛 他說喔 這一排其實就是 現代汽車 然後有LG 有Sansung 內棟最亮 那時候已經11點半了吧 對 內棟最亮大概幾乎全亮的 整棟樓 就是Sansung 就是三星 你就知道 其實現在蠻多的大學生 還是希望進三星 原因就是因為他薪水非常高 然後有 所謂的地位在嘛 就是你聽說出去 你在三星工作非常好聽 但是你要知道 他背後付出的代價 就如同 就是你看到的 要這麼的辛苦 我現在介紹的還是幸福企業喔 包括就是艾莫莉太平洋 這個我們會令吉 他是雪花秀走總部 那這個呢 就是Never Never總部 也非常的幸福 大家看畫面真的是覺得 如果在裡面上班 是有多麼的幸福 但是問題是 加班超學 這是韓國人 就是必須要的 因為12個小時真的是基本 像剛剛接受訪問的那個女生 長得有點像蔡依林對不對 後來變成我的韓國親骨朋友 非常好 因為每年我生日我都去 她都幫我過生日 那個女生就告訴我 不管你在Cocatalk 我們在台灣如果是用Line 去韓國就是要用Cocatalk 因為96%的人都是用Cocatalk Cocatalk Cocatalk我也去過 那她也在Cocatalk工作過 在Line工作過 在Naver工作過 她跟我說 不管怎麼樣 你的工作時間其實都是非常非常高的 而且其實包括我剛剛講到 艾莫莉太平洋 也是一個幸福企業 幸福企業有育嬰式 甚至有幼稚園在裡面 但是一樣 你的付出的這個辛苦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好 Cocat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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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